司马兰说吴亲临危宿命 年三十 当我们都在看春晚的时候 证监会的同志们在加班加点 吴亲主席连家都不飞 带头加班 严查独留 就是为了在新年之后 给股民一个最完美的交代 司马兰说吴亲吴主席临危宿命 英雄所见列统 我之前出了一个视频说 我们吴亲主席是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的 那么司马兰说是临危宿命 我在他后面加了四个字 历史使命 那这两个单子是相当相当的重的 我这个视频是在年三十 十一点二十七分拍子拍的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年初一了 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想了 家庭的幸福的时候 我们吴亲主席带头在证监会加班 你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 是有多迫切 那现在我们证监会的同志 加班加出成果出来了 年三十几的晚上 我们吴亲主席扎了一百多号人 也就是说 意味着这一百多号人要在里面过年了 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零容忍之下 证监会除息加班 严监管 一欠商六十三人违规炒股 一企业未付注册钱 被查欺诈发行 那么是有什么公司呢 四额性质在欺诈发行违法行为 公司个人合计罚款达到了1650万年 这个公司呢叫私恶心存 那么他在发行的过程中 涉嫌欺诈和违法行为 现在总共呢要罚款1650元 第二点 五年以来 监管共查办67起从业人员 违法炒股案件 对一百三十九人呢 做出了行政处罚 第三 招商证券被采集责令 增加合规检查 刺失措施 公司实任总裁熊剑涛终身禁用 振券市场 以上这个图的内容啊 可能只是他们加班了 一小部分内容流出来了 下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注重 要把揪出来 要把抓出来 现在我来说说吴京主席啊 他原来是上海市的副市长 他是经济学的博士 我之前一直看过股票 你明白怎么呢 我之前说过 有两个黑手在一直拉着股票 不让股票前进 第一个就是IPO 第二个就是转融通 我说如果这两个黑手不攒断的话 那么我们的A股是看不到明天的 但是我们的吴京主席 一上台就做了两千四 第一个 把之前所有的毒瘤给我揪出来 全部清除掉 第二个 转融欠 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啊 网上有很多资料 就是转融欠 禁止转融欠 存量的要逐步把它消耗完毕 这两点是非常非常大胆一个利害 我当时出了个视频说 我说吴京主席上台是比之前所有的利好加起来都要好的利好 这个欠伤屠夫的称号可不是浪得吸引啊 他专业 有专业水平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威望的 也就是说 启用专业人士来管理我们的大A 那么这个效果一定会出现的 好了 作为之前空头的我 我现在变成了个多头了 我现在精准的预测一下啊 这一轮可能是在半年到一年左右会去到了这个数 这个数 4000点 可能中间会有起伏啊 但是不妨碍这一波会达到这个高度 为什么会达到这个高度达到这个点数呢 我分析出来大概就这么几点 你看 政策会年30都要加班 就是为了把这些族虫 把这些坏虫全部把它揪出来 给股民一个很好的交代 由吴清主席带领了这个新班子 他们对事情的负责任态度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年30都要加班啊 几国欢境 几家团员的时候 吴清主席带头在政策会加班 这种态度令我素颜其境 第二个 我们吴清主席 他是专业人士 他是有专业能力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凭这一点我都觉得股票 不可能再跌了 我之前有个视频说 大A的大跌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一点我就可以确定了 那么凭政策屠夫这个称号 有专业水平 有专业能力 第三点就是一个很重大 很重大的消息 我们吴清主席到政策会认主席 他是一个前哨的消息 吴清主席是要带兵坐镇的 那么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更高规格的人要上来 那么这个消息呢 我是通过一些朋友 通过一些内部渠道得知的 但是呢 现在不能公布 我不管你信不信呢 我先把话放在这里 还有更高级别的人马要出场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A股 7到4000点 所以农年呢 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看能不能把你的市值翻一翻 翻两翻出来 我也非常期待 这个时候到来 好了 当你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年初一了 麻烦大家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当然你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建议 我们可以在评论期一起来讨论一下 大光年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有益 恭喜发财 我们评论期见 感谢观看